端午节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节日 海峡两岸民众不仅都有挂碍夜 吃粽子的风俗习惯 更是沿袭了开张87姓将士 觐见开张圣王的传统 6月17号至19号 我县业义公联合中营地各宫庙 开展走贡王寻安等活动 共同表达对这一传统的尊重与传承 公元686年 开张圣王建制漳州 首个府至所在地 即为当时唐治中营的西林村 目前尚有漳州古郡府衙遗址 本次巡安历时三天 巡城西林村 菜蒲村 西口村 下楼村 居仁山村等唐治中营地属地村罗 通过此次巡安 共同缅怀以开张圣王为代表的 开张87姓将士 维护祖国统一 促进民族团结 企图台湾的丰功伟绩 传承两岸端午寻安祈福的优秀传统 据悉 巡安活动不仅活跃了 云霄民众的文化生活 更维系了两岸民众民俗文化交流 我在台湾也经常参与这个民族活动 端午节习俗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 公元669年开张圣王入民的时候 把这个习俗也带进岭南 随之演播到台湾至今 每到端午节台湾地区跟大陆是一样的 都是举办花龙桌 恭请圣王寻安祈福 这是两岸同文同种同根的具体表现 寻安所到之处 人山人海摩肩接种 民众们纷纷献重进香 齐请开张圣王赐福保佑 寄托了民众们驱邪避斋祈福的美好愿望 我代表蔡保良准队来参加 这个圣王寻安祈福华党 同这个华党认定 同一个很多台湾来参加这个文化华党 我感觉两岸一家亲